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上次我講到徐潤 同樣在1861年的時候 幾乎在徐潤被保信羊行大班 韋伯士提拔為總買辦的同時 在上海海關擔任總翻譯的唐庭書 也開始蝕足商界 當時唐庭書是幫英國設在上海的 宜和洋行代理商務的 兩年之後就被提拔為總買辦 說到唐庭書 他是在1832年出生 自建市浩景星別號鏡心 是廣東香山唐家灣人 唐家灣現在屬於珠海市 他是著名的近代買辦實業家 清末洋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 唐庭書小時候 當時就去到香港教會學校馬澤孫學堂讀書 和容宏同窗 經過六年的虎讀 成為當時難得能夠準確掌握中英相語的翻譯人才 在1851年的時候 被香港殖民當局的巡禮廳聖 했어요 後來就受聘成為香港大審院華人正翻譯 在1858年的時候 上海的條約口岸正發展如火如土 吸引了很多廣東人去到那裡尋找機會賺食 唐庭書也不甘寂寞 他離開香港後來到了上海 剛剛去到上海的時候 唐庭書就憑著自己在香港的工作經歷 被外國人掌管的上海海關聘為副大社 然後又一步步升為大社和總翻譯 掌管已經在上海海關升到很高的職位 但按部就班的工作顯然不能滿足唐庭書的進取心 到了1861年的時候 他一邊去英國移和洋行的樹兼職 代理洋行在長江各個口岸的生意 他一邊編讚著名的英語教材 當時就叫做英語雜傳 1863年的時候 他被移和洋行稱為總買辦 徹底擺脫了海關 正式就開始了他十年的買辦生涯 唐庭書加盟移和洋行之後 這間洋行在中國的業務就取得了很大的發展 在他主持之下 而是移和洋行新設的船務部 這個船務部 他先是投資英商的公正輪船公司 和北清輪船公司 然後他又著手籌見 移和洋行自己的華海輪船公司 在航運業就逐漸取得了領先地位 同時 移和洋行又投資當舖、地產 甚至涉足內地的擴產開採 對於他的這種做法 美國奇倡洋行的老闆毫無禁忌地說 唐庭書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生意方面 都能夠將我們打到一敗塗地 話說唐庭書就成為了移和洋行的總買辦之後 將自己的大哥唐庭者 自己的族弟唐瑞之、唐國泰 就先後招進移和洋行的時候衝當買辦 唐氏家族的地位和勢力就慢慢地影響到 英國移和洋行半個世紀這麼久 到了1873年的時候 唐庭書就離開移和洋行 受李鴻章的委派接任輪船招商局的總辦 這就標誌著他由洋行買辦 向致力於民族振興的近代實業家轉變 因此他和自己的同鄉徐潤一起 聚集在洋務運動這一面 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旗幟之下 就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夥伴 在徐如斋治序年譜裡 徐潤在技術咸豐十年 即是1860年 他二十三歲的時候 那些往事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句輕描淡寫的說話 這句說話是這樣說的 行中調派楊輝山、楊明軒、鄭濤齋、吳茂村、黃玉齋各有 私理私茶、展房、濫載諸墓 其中提及的鄭濤齋 就是日後憑借《盛世危言》這本書 明星大鎮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 鄭觀應本名叫做觀應 自正牆、號陶齋、別號紀憂生、慕容山隱、代學山隱 1842年 在廣東省香山縣熔墨村的樹出生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 是一個沒什麼功名的讀書人 在鄉下搞一間學堂 也搞小孩子讀書 因為在這種家庭背景底下 所以鄭觀應教其他廣東買辦更具書卷器 而且還曾經嘗試選擇科舉入市的這條路 到了1858年的時候 鄭觀應參加童子試 但是考不到 他爸爸心想 與其是這樣的 不如讓他出去看見世面 學習一下東西 想在當時 上海的便利發展得很狠 於是 他就叫兒子去上海的樹學習商務 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 是上海新德陽行的一個買辦 鄭觀應一去到上海 當然是順理成章去他樹打工 到了1859年的時候 當他在陽行做了大概一年左右 經過朋友的介紹 他就去到一間叫做寶信陽行的樹做 到了1860年的時候 寶信陽行的總買辦徐潤 就派他掌管師樓 兼管那些船舶的濫載事項 雖然陽行的工作比較忙 但是老爸交代的那句話 他怎麼都記到實 什麼說話呢 就是不得廢書 所以儘管平時工作很忙 但他怎麼都會擠出時間 去到英國人富蘭亞主持的英華書院 那句書就學習英語 通過這個學習 他就知道了很多西方近代文明的東西 到了1868年的時候 就在徐潤離開寶信陽行的同一年 鄭觀應也辭職走了 走了之後 就轉任生場茶棧的通事 同時充當公正輪船公司的董事 因為他學過英文 所以在談生意的時候 都是用英文和外國人談的 到了1873年 鄭觀應任太古洋行的買辦 就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 並且負責這間公司 所有的攬載用人事務 那麼在這段時間裡 受到徐潤、唐庭書兩位同鄉好友的影響 於是就參與了上海輪船招商局 到了1882年的時候 跟太古輪船公司合約期滿 就不再續下去了 就放棄太古豐厚的養老金 接受李鴻章的邀請 就加入了上海輪船招商局 投身中國民族工業的建設 結束了20年的買辦生涯 鄭觀應被稱為石學買辦 也是最有思想的買辦 如果你說到業績 他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為中國近代思想啟蒙 是作出了很傑出的貢獻 從1873年完成的那本《舊時揭曰》開始 他就先後寫了《易言》和《盛世危言》這兩本書 他在中國變革屠強的歷史關口 不斷地發出振興工商 改良政治的時代強音 他的變革思想不僅陷動了大清王朝 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孫中山 毛澤東等很多後來的革命者 所謂時勢做英雄 就是英雄做時勢 在腐敗沒落的舊中國 遙遙欲罪的時候 一向被傳統觀念所歧視的廣東商人 身體力行奮走富豪 承擔民族振興的重任 徐潤、唐庭書、鄭觀應 構成了拉動洋務運動前行的三輛馬車 幫李鴻章、曾國凡等的洋務領袖 探殺了一條自強之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被文字輸死的歷史都是有選擇性的 平時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些什麼 皇宮貴族、朝廷眾臣 而其他的社會成員所存在的社會價值 就很少可看得到 說起清朝末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洋務運動 很多學者大多數都會傾向由朝廷洋務派 所推動的自強運動 甚至乾脆將它叫做同光新政 即是同治到光水年間的新政 以這樣的表述去突顯執政者的主導地位 相對大權在握、獨斷專行的統治者來說 其他一般人很少有資格可以寫入史冊 不過,除了西方東漸 西方近代文明以強制式的方式 去動搖了傳統經濟的統治模式之後 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 已經不僅是朝廷所代表的官方意志 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裡 一批善於溝通中西 獨領風氣之先的廣東商人 就開始移軍突起 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一種新勢力 以往對洋務運動的論述很多 我就不知道是否受到那種極左僵化的歷史觀的影響 他們通常都會將它抹黑為政治買辦化 賣國主義 又或者只是側重清廷內部的洋務派和環固派兩大陣營之間的政爭 如果我們理性地、深入地去審視一下那段歷史 洋務運動最值得關注和重點書寫的 除了一系列的求富自強的變革舉措之外 更具有歷史意義的 是商人階層的影響力提升 以及精英群體對西方近代文明 由無知、輕勉到初步認識 到應該以而為師的這種轉變 就像歷史上那些專制王朝必須走向末路一樣 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 大清帝國也終於進入了內外交困的衰敗期 鴉片戰爭的慘敗 不僅證明了馬格爾等西方外交官對這個東方帝國的判斷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中國只是一個用泥來整的巨人 是不堪一擊的 被外人這樣看已經夠壞了 而我們自己國內又亂起來了 這裡又起義,那裡又起義 搞得好像七國那麼亂 在1851年1月 洪秀泉抖襲叛軍在廣西金田那樹起士 兩年之後就攻佔南京 把南京改名為天京 建立了和北京朝廷相對馳的太平天國 同時呢,山東、河南一帶的廉軍 以及上海的小都會 也在全國各地發起暴亂 噢,劑時間 帝國內部就風煙四起,風雨飄搖 總之有這麼亂時就得這麼亂 而這時候呢,英國和法國又發起第二次鴉片戰爭 死了 大清帝國又是陷入了狼虎橫視的局面 可謂風吹燈籠就鴨公 好了,接下來的事情又會怎樣呢 我明天再說